和教授 喔,這座國際會展中心 旁邊也對著海 進到來又舒適樓了 樓底又高又高那一塊寬闊 如果香港的話,這座是豪宅 是啊,雖然不是豪宅 但是一大太多人來照看房子 是?那一定是明星效應了 沒錯,李丙憲的辦公室都在這裡 真的嗎? 我們前面看到這個韓餐 就是當時開國際會議 各家元首都來吃的國宴餐 國宴這麼簡單? 那你帶我吃的東西更好 前面看到當時參加這個會議的 各地區政要元首都在這裡 是嗎? 很多不同國家的紀念卡 先看看 中國拿一張回家 不是紀念卡 你放進去試試,數一數 國際會議中心 貝爾虎山最高的漢拿山 前面看著太平洋 這裡也是拍結婚照的熱門地點之外 二樓餐廳就是李丙憲在劇中的辦公室 既然在香港 不是超級豐宅 而是超級商業的地方 現在也是超級旅遊地點 李丙憲的韓劇都在這裡拍 當時就在這裡走下來 其實做旅遊也是一樣的 懂得運用這些地方 去發展旅遊產業 一點都不給豪宅或商業大廈 嗯